南官除了台美很出名以外 木耳也是大家都吃爱吃的盘秋泥 现在是木耳採取的规则 根据南岛管農会的通计 今年管来木耳的採取量比起工历是更多 也因为气候有够亮所以品质是提升加多 头一尾上来農会加工的木耳就冷冻 现在吃木耳的诞功是等到时了 一块又一块木耳到去处起来面准备来加工 现在有够到木耳採取的规则 今年管来木耳採取量比起工历已经加工历 也因为气候有够亮 商品已经比起工历已经更好 而且第一倍的木耳送你去农会 要来做加工木耳就有两公顿 是让人很期待做好的木耳产品 我们去年木耳的修行差不多两天 今年气候有较好 我们今年的修行应该要有六成以上 今年冷冻有较好 并且比翁年都记得很好的 这次设计来的木耳是油管農会食品加工厂 来製造QW一极田菊梅 大油一顶要来做370公吨 若是木耳三両大会做到500公吨 由原本常常缺货 木耳三匹都没缺货了 最主要梅子进来的话 它是整批车辆进来 在进来当中我们就把它在分析机的部分 这一个分析 那所谓分析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就是一般房间所谓的LL硅枸 还有LLMS这样四等份 那比较大的颗粒的话 一般都是做紫色莓这一类的 小的部分可能就做莓粉 管農会也表示跟農民合作客作家围已经有一段时间 根据输用管農民所建造的木耳 希望就让我们到農民来会用光大 我们管農会会将南農官这年好的木耳 这年油脂的木耳 透过我们的杂工 我们的生产 把它消除去 这样不但可以较补我们的農民的收益 而且也能把我们的木耳的这个産业 继续发扬光大 我们到管農会的木耳农産品 是最多的有名字去 年载几个年 地上农委会全国十大盘手劣就 所使用的木耳大部分都是来自国信乡 今年木耳三两大 现在买木耳农産品是最中时 也是最新生的时尊 接着领算参谱到